台湾人爱喝威士忌近年来更逐渐走向精致化 各大品牌相继推出高年份稀有的威士忌 也让威士忌不再单纯只是酒精性饮品 更成了收藏艺术品和新兴的投资标的 这威士忌大厂发表八支高年份的珍稀原酒 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也创下破百万的好成绩 全球限量发行 台湾有37套将在线行家间的收藏风潮 好